作为食品服务设施的负责人 你对抗食源性疾病的武器库中 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就是你的温度计 如果没有精确的食品温度计 你就是在拿在自己的设施里 就餐的每个人的健康冒险 培训你的员工经常准确的使用温度计 也是你的责任 从测量最终 烹调温度和热肠食品温度 到确保冷藏食品安全 毒素准确的温度计 对于预防食源性疾病至关重要 为了确保温度计的准确性 只需要一个装满冰和水的容器 来检查低温毒素 以及一锅开水来检查高温毒素 但在开始之前 让我们来谈谈可供尼 购买的不同类型的温度计 食品温度计有各种形状和尺寸 作为负责人 重要的是你要决定哪种食品温度计 最适合你的设施 你需要确定你制备的是什么类型的食物 这将决定你需要为自己和你的员工 购买什么类型的温度计 例如如果你制备的是bisa或沙拉之类的食物 你将需要一个细探针温度计 因为温度许数将显示在温度计测量装置的最末端 相比之下 如果你在做烤肉 一个肉类温度计可能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 我建议你同时备有两种温度计 这样你就可以准确的测量你的设施里 每种食物的温度 此外还有表盘式和数字式的温度计 它们的价格差异很大 所以由你来决定哪种温度计最适合你的员工 无论如何 一定要妥善保管你的温度计 并经常矫准以确保其准确性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 所有的温度计都附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 你必须花时间去阅读和理解 其次你需要知道在测量设备上 温度许数显示在哪个部位 例如如前所述 细碳针温度计在测量装置最尖端进行温度测量 因此这种类型的温度计是汉堡肉饼 西红柿片和生菜等活片状食物的理想选择 现在让我们准备一杯简单的冰水 来检查你的温度计是否正确的显示了冷时的温度 用尽可能多的冰块装满杯子 然后倒入冷水 由于冰的温度是华氏32度摄氏0度 你的温度计读数应当为华氏32度摄氏0度 请记住不同地区的水温差异很大 因此往杯子里放入尽可能多的冰很重要 如果你的温度计读数不是华氏32度摄氏0度 你必须按照制造上的说明 将你的温度计调整到正确的温度 然后重新测量一次 接下来你需要烧开水来检查高温度数 当测量废水温度数时 你要非常的小心的用 钳子夹住你的温度计 或使用其他的器具 只用比如像大漏勺 这样你的手或手臂就不会被烫伤 现在这部分略为有点科学和棘手 因为你与海平面的距离将决定你的水在沸腾时的温度 在海平面上水的沸腾温度是华氏212度 也就是摄氏100度 但是如果你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水的沸腾温度是200度 也就是华氏202度 然后摄氏是94.44度 以我们为例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勒特 水的沸腾温度是华氏210度 也就是摄氏98.89度 所以我们将根据这一原则检查我们的温度计 网上有很多图表可以帮助你确定你所在的地方水的沸腾温度 一旦你确定了温度计的准确性 你就可以测量你的最终烹调温度 你整个设施中热食和冷食的温度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安全保温的知识 请观看我们标题为安全食品温度的视频 请记住食品安全从你开始 所以要做好准备安全供应食物 感谢你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领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给 Ai complement med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